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我要说的课题是 怎样变得更加的美丽 我们重修的是美的行业 创造美 发现美 然后呢 爱多美呢 是希望普天下的女性们呢 更加的漂亮 首先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 有自信 划出更美丽 再来的就是创造美 分享美 分享爱多美 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美容富富产品 我相信在一个一年半里面 很多时候你们都会听到 无数的产品的分享 但是往往之中 我发觉到很多人对美容产品 有所的不了解 比如说爱多美的产品好不好啊各位 好不好 各位 各位 你们用的效果好不好 在这时候呢 我们用的事实很好 很满意 然后呢 我们很希望把这个产品介绍给做造的朋友 对不对 晚晚之中我们会发现到什么事情 糟糕 为何很多时候呢 我用的很好 但是我把产品介绍出去的时候 为什么对方的皮肤始终都没有办法改变 始终没有办法让它更加的漂亮 只有让它不断不断的问题出现 有没有 各位 有 OK 那今天呢 我想把我懂的 我了解的皮肤生理学的一小部分呢 带给大家 想不想听 那我只有一个条件 因为我太久没在台上 就可以给我一个鼓励的掌声 谢谢 好 首先 我们在产品之中 我们今天在做的是美容富富产品的行业 我们在做的美容行业 虽然是便宜 但是我们的是高品质 对吗 在这个高品质低价位的产品 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这样子介绍出去 可以吗 各位 不可以 对吗 因为呢 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个比较专业的美容师 哪怕你是男性 你要不要介绍给顾客 也要嘛 对不对 但是在介绍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肌肤 同时也要了解对方的肌肤 对症下药 这才是重要 因为市场上太多的不同的肌肤 所以如果你随随便便的 把那个有痘的肌肤的顾客 但是你所介绍的产品是不对的 只有会加重他们的负担 所以今天我希望呢 大家认真用心的聆听之外呢 我也希望呢 在今天我的这一堂课呢 可以帮助到每一个人 变成一个专业的美容师 谢谢 好 除了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皮肤之外 为什么我们人需要用肤肤产品 第一个原因是水 为什么呢 因为女人就是如水一般的滑嫩的肌肤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爱美的女人 爱美漂亮的女人很爱美 OK 不漂亮的女人更加的爱美 再来的就是我们是生理的因素 生理上的因素呢 尤其女人啊 到了一个30岁以上呢 我们本身的磁性荷尔蒙已经往下降 在这个时候呢 会影响我们的水寒性 所以水寒性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肌肤 开始不断的缺水 所以这个时候是相当重要的 那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保养呢 我们的老化的距离呢 会比男人来得快 第三是什么 是年龄的关系 漂亮不漂亮呢 不是在于你年轻 OK 有一些女性会告诉我 我是天生利智 其实就算你今天是天生利智 我们更加的要做好保养 因为呢 在你年轻的时候 你怎样保养呢 是看不出你的那个效果 但是在你更年期 所谓的就是我们会不会更年期啊各位 会 更年期的时候会看起来人比较老化 会 今天如果你有真正在做保养的话 你知道吗 在你更年期来的那一刻 它比较缓慢的老化 这是重要的一点 再来的就是 我们人为什么一定要保养之外呢 我们保养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请问在座的 每一个人有没有自己的房子 房子会不会把它中修得漂漂亮亮的 花得一大笔的钱 有没有 那我们买的车 不管你买什么车 OK 每一天都是跟他保护他漂漂亮亮 有没有 但是我发觉到好多人会把自己的屋子弄到漂漂亮亮的 把自己的那一辆车弄到亮亮的 但是自己的那一张脸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有没有这回事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今天所保健的 所保养的这个皮肤 不只是保养而已 最重要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副肤品 在我们的脸上呢 打一个底 变成什么 保护膜 因为保护膜呢 我们也称为它叫做什么 鼻子膜 这个鼻子膜呢 是帮助我们皮肤呢 抵制外来的刺激 OK 好 接下来我想问在座的每一位 当你们在时常在跟人家分享爱多美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觉到 目前好多好多人的皮肤 都面临了很多的问题 有吗 不失所措 不懂要如何介绍 因为呢 现在市场的产品多不多 我们的这个面子书啊 Facebook的产品多不多 现在的女性们爱美对不对 爱美当然是女性的天性 但是你们有发觉到吗 我现在目前我看到面子书也好 看到微信群也好 好多人会介绍很多很多的新产品 但是甚至我坐下的朋友也赶赶的去买一个无名没有品牌的产品来用 我看了我真的梦了 我真的傻了 甚至好多人会跟我share什么 一次白啊 请问在座的你们有看到这样子的广告吗 当我了解产品的时候呢 当我懂 因为我懂产品的成分会影响我们的肌肤 会破坏我们的细胞 所以目前好多的女性求快不求慢 有没有 所以在这时候她们会选择快 快到怎么样 今天查了没两下 明天就白了 但是你们知道吗 你们会面对多少多少后面的 你们要负起很大的责任 不止这一方面 我也相信很多 在年轻的时候不懂得去保养 做整个脸都是痘 整个脸也是有变成了问题的肌肤 结果呢 寻寻找找了好多好多的牌子 寻找了好多的产品 都得不到她要的效果 到最后会寻什么 找医生 但是虽然她找医生 只不过是暂时性改善她的肌肤而已 如果说真的是要调理她的肌肤 是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我想在这里呢 给大家了解一下 不是产品贵 就是有很好的效果 今天我要让大家 我们一定要懂得远离技术的产品 什么叫做技术脸 这个技术脸呢 就是会导致我们皮肤 干到脱皮 然后呢红肿 刺痒 还有呢眼角的这个变薄 再来红血丝 还有呢各方面的不同点 这是一个轻微的 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个比较严重的 想不想看 我看过 在这方面呢 我必须要给大家 这个是超级严重 她的表皮层也完完全全是被裂了 OK已经是完完全全的直接到基底层了 所以她的影响是非常的严重 这种呢 他们只有寻找什么 只找十一 我要告诉大家 寻找十一是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你只能困扰你一辈子 请问在座的朋友 当你把产品介绍出去的时候 你必须要了解对方的皮肤 我们对症下药 这个才是重点 OK在市场上 我也相信呢 很多人会给你的这样的一句话 什么话呢各位 价钱高低效果 会弄到很多很多的顾客呢 完完全全的 从最有信心的时刻 被打击到完全没有私心 也因为就这样子没有信心过后呢 他们会寻找呢 哎呀便宜就好 反正我用了那么多的产品 都得不到我要的效果 是不是各位 是不是啊各位 如果你今天你是爱多美的 你一份子 你能不能从你们懂的知识 把爱多美的产品的 一旦的意义的跟它分享 当你还没有用爱多美之前 你必须要让他们知道 为什么你今天的肌肤 会导致到这样子 能不能跟他们做一个解释 从今天 我们用不单的美容富富产品 即将呢让我们的肌肤呢 永远的串伤 所以我希望大家从这一边呢 多拿到一些的资料 就是我在放的这一个 其实我在放的这一个呢 是最主要呢灌输大家 其实在我们市场上太多太多 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抗 外来的这一些 为了商业 为了赚钱的手段 然后呢影响每一个人的皮肤 但是我们有的选择吗各位 有 有没有的选择 有今天我们能不能帮外面的朋友 亲戚朋友的皮肤吗各位 可以的 在还没真正的呢 了解肌肤的这个检验之前 我让大家了解 市场上呢 如果有用过有注射产品的话呢 它会感觉到呢 皮笑肉不笑 你们懂什么叫皮笑肉不笑吗 一笑起来很硬的 那个就是注射了的产品 OK 再来漂白 很多女人的皮肤呢 没有用对产品 所以整个脸是慢慢的变黑 然后顾客告诉她 美容师告诉她 我有一个产品特别好 马上就变白 有没有 是有的 但是你要知道 为什么漂白的这个产品呢 到最后你的黑色素的沉淀 它不可能会离你而去 它只有更加严重性呢 在你的基底层沉淀而已 所以呢 到最后呢 你会发觉到 一看到脸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原本的你呢 只是小小的一个雀斑 会变成什么 黑斑 黑斑你在不照顾呢 叫变黑块 然后呢 就叫变成黑皮症 就是这样来的 OK 还有就是肋固醇 肋固醇呢 会影响我们女性的荷尔蒙之外 同时呢 会帮助到你呢 你的黑色素加深 破坏你的细胞 然后甚至呢 会变成暗黄 还有的就是矿物油 这个矿物油跟蜜辣呢 虽然你开始用的时候 确实是很漂亮 是光彩的 很有用光换法 但是你要知道 它已经阻止了 你的细胞的这一个肤细 所以呢 这个也是破坏了 我们细胞的最大的关键 还有的就是酒精 还有这个不良的防腐剂 表皮上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什么 它有帮助你杀菌的功能 但是呢 在你的肌底层呢 会开始有致癌的功效 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产品 所以你们一定要 非常的小心 去告诉你的顾客 用教育的方式 把产品带入 OK 最后一个就是香精 所以香精呢 跟色素呢 也是破坏我们的细胞 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 OK 那如何我们要来开始检验我们的肌肤 我相信很多人都一看到的皮肤呢 是雀斑黑斑 哦你的皮肤就是长期没有擦防晒啦 然后没有保养好了 而导致的 对不对 好像没有声音的 其实哦 会有雀斑 会有黑斑 其实是因为你们用过了一些外来的这个药物而导致 破坏了我们基底层的细胞 然后呢 导致变成黑皮症 如果你改天你看到人家的皮肤那个斑 你要懂得去分类 OK 我本身 坦白说 在我还没接触爱多美之前 我就是用过果酸 一用就用了五年 用到最后呢 我的皮肤已经变成玻璃一点之外 然后红血丝都出来 甚至我一停了过后 我用了爱多美的产品整年 我告诉你 我周遭的朋友呢 一直看到我就讲一次 看到我讲一次 几乎我的意志力已经快没了 但是呢 我还是坚持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用过的就是 因为我用过的就是果酸 所以这个果酸在表皮的时候呢 是确实是很美的 当你一停下来的时候呢 你所基底层所破坏的细胞 它的那个黑色处 就是在我们的基底层沉淀 在基底层沉淀呢 当你一停下来呢 你在用这一个天然自然 天然的草本植物的时候呢 它就跟你反出来 所以那个去年的那一年呢 确实 哇 我自己对自己的信心 慢慢的慢慢的减少 过后呢 就是因为Azuru来了的时候 我非常感谢公司 Azuru来了过后呢 确实把我的斑带得特别的快 这个就是爱多美的不同点 OK 谢谢 所以我必须要强调告诉大家 爱多美的产品 跟一般的不同在哪里呢 就是它是以调理的 在我分享产品给每一个顾客呢 我一看到他的问题皮肤 我第一个呢 我不会先介绍产品 我一定会跟他分享 为什么你要用爱多美产品之前呢 你的皮肤是用过些什么 我直接在他的脸上我就读了 你是不是用过肋骨唇 或者是你用过技术的产品 或者是你用过某一些表白 美白水银有拱的产品的成分 所以很多顾客听到我的分析了后 他真的闷了 怎么你懂我用了这么多的产品 我说你的皮肤已经跟我讲话了 因为为什么 所以从今天的这一堂课我希望大家学起来 如果你看到脸上那些板 基本上他们都是用过了过量的这个药物的成分 而长期的刺激到我们的细胞 才会变成黑皮症 可以会介绍会跟人家分享了吗 会 一定要先让你们消化 我再进入第二个 豆腐 为什么会有豆腐 鼻子肉 什么叫鼻子肉 就是我们身体的荷尔蒙失调 也或者是我们的男性荷尔蒙偏高 然后它就会大量的出油 这个就是鼻子肉 再来就会影响我们的毛孔粗大 各位在座的 你们懂毛孔粗大是怎么造成的吗 其实我们的毛孔就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毛孔都需要呼吸 就是因为男性荷尔蒙过高 油脂旺盛 然后呢在用你的清洁功夫 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毛孔开始阻塞了 那这毛孔阻塞 我们人是不是需要呼吸 各位 你试一下把你的鼻子关起来 再把你的嘴巴关起来一下 如果鼻子关的时候 是不是用嘴巴来呼吸 你把嘴巴关起来 试试鼻子呼吸 那如果跟他关住怎么办 只翘翘了对不对 同样的 毛孔也是一样 跟我们人一样要需要呼吸 那怎么办 既然你把我关死了 封闭了 他唯一就在他旁边 就是不断的睁开 把毛孔睁开 各位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还有黑头粉刺 黑头粉刺也会导致我们毛孔粗大 还有毛孔岩 这个毛孔岩就是因为你清洁功夫做得不够好 续菌感染了 也或者是你用过了外界的一些破坏到你的细胞 把你的皮肤的抵抗力降低了 也会导致你这个毛孔岩都出现 OK 还有的就是青春痘 还有凹痛 这个凹痛是怎么成型的呢 是你用外界的药物呢 让到它没有办法把它的增加 它的脚 这个我们所谓的就是胶原蛋白 它就会变成凹痛痛 还有皮肤病 皮肤病呢 就是你用过了很多的色素的产品 香精的产品而导致的 OK 好 再来第三个呢 就是敏感肌肤 这个敏感肌肤呢 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 一向来你的保护肤产品的水分不足给它 然后喜欢喜欢就忽忍忽热 当我们忽忍忽热 在大量的不断的在你的脸上摩擦 用过的话那种的化学的按摩的那种方法 或者是那种的所谓的叫按摩膏 有那个颗粒颗粒就是什么磨砂膏 这种的磨砂膏里面有含有颗粒颗粒的呢 它就会损坏我们的脚趾层 也会久而久之导致敏感 然后发炎 然后同时会痒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 我用过水银的产品 然后产品 sorry 除了水银之外呢 果酸 因为常灵用果酸的产品呢 它会刺激我们的血管 所以导致呢 你的皮肤的血管爆裂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皮肤 然后呢 它有很多的血丝 这种的红血丝呢 就是你本身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你用过果酸 第二个呢 你就是用雷射的方式 第三个是什么呢 很喜欢大笑的人 很喜欢 那个动作特别大的人 它就会有血丝爆裂 再来就是有沉淀的这个红板 这都是用外界的防腐剂的成分 而导致影响的 最后一个就是老化 老化呢 是怎样进程成型的 就是你干过头 一直不断的脱皮 变成淡纹或者是深纹 甚至你松弛下垂 皮肤变得很薄之外 毛孔萎缩 还有黑眼圈 你们知道黑眼圈 怎样会造成的吗 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不够睡 我知道不够睡啊 不够睡为什么会有黑眼圈 在这里我给大家更了解 我们的眼睛周围 也是很多微小心血管 当我们不够睡的时候 它是要很用力的 用力的眼神来看 来看什么 怎样讲怎么说呢 看东西对不对 所以它拥有很厉害的情况之下 在你每一天的熬夜 我们的眼睛周围的下面 都有很多的血管 也因为你每天的不够时间的 充实的时间睡觉 所以血管跟血管就挤压 就挤出什么 血管跟血管就挤压 变成什么黑眼圈 造成的 OK 还有的就是我们的眼袋 眼袋也是老化 我们要知道的是 为什么会有老化 就是你 就是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你的鼻子 鼻子漏已经是不足了 我给大家了解一下 什么叫鼻子漏 这个是我们的汗线 这个是我们的鼻子狼 这个鼻子膜呢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帮助我们的皮肤的抗体 OK 那是怎么造成的 它首先是从我们的这个汗线 汗线出的是不是水 互动一下好吗各位 汗线就是出的是水 鼻子狼出的是油 水跟油混合在一起呢 变成鼻子膜 所以这个鼻子膜呢 是保护我们的抗体 也保护我们的外界的刺激 所以如果你看到 就像各位看到我的肌肤吗 我这种的肌肤是属于 已经足够的 就是水分足够 已经是自然的 自然的建立起来的 这个鼻子膜 就算我今天 我把脸洗干净 我什么副副产品都不擦 过了15分钟后呢 我的鼻子膜就建立起来 那种的光泽度呢 是非常健康天然的 然后呢 你左看上看右看 你会看得到 整脸都是光彩的 这个鼻子膜 一定要建立起来之外 你才有办法呢 你才有办法 这个抗皱纹 抗老化 为什么呢 还记得我们皮肤有几层呢 几层呢 三层 对吗 OK 我们今天要预防老化 最重要在你的真皮层 然后5%是我们的弹力纤维 重不重要 重要吗各位 所以如果你今天 你要把你的肌肤 变成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有弹力 各位明白了吗 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学起来 很有用 如果你去到跟你的客户 跟你的坐照的朋友 分享这些谈课的时候 哇 你其实变成这么厉害 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试试可以做成生意 如果你有机会 可以在用电话上呢 谈到呢 Google跟你买一套 Azuro跟事件组 这是你的成功 这个是我时常都做到的 做到的 OK 谢谢 好 除了这方面 防晒重不重要 我会发觉到很多的女人 为了爱美 她除了爱美之外 哇 她买了好贵的产品来付 但是始终就不喜欢擦防晒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们 防晒比肤肤更重要 我们来看UVA跟UVB 什么叫UVA 什么叫UVB UVA呢 本身会晒伤我们的肌肤 同时会晒红 晒黑 UVB呢 它除了晒黑 晒红之外呢 它还会帮保 会影响我们的皮肤呢 沉淀黑色素 然后呢 老化 是这样子来的 那 再来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了解 很多人对这个SPF 跟这个PA的不了解 其实SPF越高呢 我们维持的 这一个防止外线是越长 还有SP 还有那个PA也是一样 一个plus很有效 就是2到4个小时 在我们的外界 就是我们在晒太阳的时候 或者在处处静定的时候 它可以维持2到4个小时 如果2个加是相当有效 如果是超过3个加 是非常的 可以防止一个紫外线 好 爱多美呢 它的防晒好不好 便宜吗 你们只是擦在脸上吗 还是全身用 全身用 我的防晒是拿来擦全身的 OK 如果你不相信回去 当你有一天 你会穿比基尼 你人会不会穿比基尼啊 会 把爱多美的产品 附在你的这一个 两一个一对的美腿 你出去走出去的时候 一定会有声音的 为什么 它是一层的 饱腹墨之外 它也是一层的什么 就好像穿了石袜的感觉 OK 真的是很不错 因为我时常 拜六礼拜呢 我就是很喜欢穿Hopband出门 我穿Hopband我就是露眉腿 对不对 是谁要露眉腿 当你烂落美腿的时候 你又没有查漂亮的防晒的话 会不会晒黑 会呀 到时候你的脸是很白 但是你的双腿 你的美腿是要 噢噱噱的 是不是很不好看 美腿原本就是要 滑滑嫩嫩白白细细的 对不对 男人看了会 感觉 是不是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BB cream 我们的BB cream 它不只是有很好的防晒 同时呢 它可以保护层之外 还可以调理我们的伤口 所以呢 就算你有豆腐的皮肤 更加需要用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隔离霜 我们这个隔离霜 很多人不懂 为什么一定要用隔离霜 其实隔离霜的最重要呢 就是隔掉我们的灰尘 隔掉我们的这一个 比如说你们有查那个松粉 或者是查2way gap 粉底的人 你一定要先涂一层的隔离霜 免掉你的这一个粉底呢 进入你的毛孔 可以吗 好 接下来呢 我想给大家更了解 为什么用产品一定要用整套 我时常是听了好多好多 女人给我的反应是什么 我可以不要用整套吗 可不可以一只两只走天涯 一只两只就解决我的问题 我问她为什么 我没有时间了 我很懒了 我没有那个时间了 我要照顾孩子 我要做工 是不是这回事 是 今天你要了解的就是 每一层的肌肤都需要它不同的成分 比如说我们有五层 第一层是什么 我们的表皮层有分为五层 第一层呢就是我们的角质层 角质层呢需要什么 水酸 因为如果你缺乏酸 你的皮肤就会很干燥 甚至会脱皮 如果是透明层 你不足够给它水分 我们的皮肤没有办法带出那种的滑嫩光泽度 第三就是 这一个有机的颗粒层 颗粒层呢 其实这个颗粒层呢最主要呢 就是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 OK 然后呢增加我们皮肤的抵抗力 还有就是有机层就是吃什么 露 什么是露啊各位 玫瑰喷露 OK 是相当重要的 玫瑰喷露呢 它会帮助我们的新的 活性的这个细胞的新层代谢 基底层的就是精华 这个精华会帮助到我们什么 把我们的黑色素呢代谢出来 然后呢真正的增皮层 最需要的是纳米技术的精华 所以呢我们爱多美的这个isro 好不好啊 安瓶 真的有用的人 几个手 哇哦 原来哦 这么多人在用 棒不棒 棒哦 其实这瓶东西 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大量用 因为它是ATV我们的细胞 它除了ATV之外 把我们的黑色素的代谢 特别的快 OK 六件组有美白 对老化是非常的好 阿瓜线呢 是有保湿 非常的不错 然后呢 Coming Skin呢 Toming Sick呢 是给我们束缓我们的肌肤 AC3建筑呢 就是给我们的豆腐 抗油3建筑 如果是男性要简单又要 简单又要便宜的话 你可以介绍男士3建筑 OK 好 再来呢 我们的最近呢 我们的去年 是出了一套 Azure的产品 很多人不了解 4建就是之前的4大技术 还记得大家 还记得4大技术是什么吗 多重晶体纳米技术 还有呢 发酵技术 还有呢 去取的有效成分 还有加码色线的技术 对吗 这4的技术呢 已经是在科码里面呢 已经是我们是最前为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我们的品牌 我们的专利 今天又配合了两个 这两个的技术呢 第一个呢 就是什么 传达的 这一个技术 所谓的传达就是说 今天你的细胞老化 所以它好像一直 射线这样子 射线懂吗 它知道你是老化 你需要的某一个成分 它就是射线 直接给到你的细胞 让到你的老化细胞呢 Active 滑液起来 一旦滑液起来 你的自然而然 你的细胞年轻 然后再繁殖 更好的细胞 自然而然呢 我们就是年年26 明白了吗 各位 还有呢 多元化的成分 再来呢 我非常 非常感谢公司 有这么棒的技术 尤其它呢 拿到的是什么 韩方跟这个韩国的 这个德国的技术 就是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非常安全 跟无刺激的认证 我们一定要了解 什么叫安全 什么叫无刺激 无刺激的意思是 它是完完全全天然的 就算你今天 baby三岁的小朋友 用多好 它都不会伤害 它的肌肤 请问这套产品 会伤害到你肌肤吗 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任何肌肤 都可以用 还有的就是什么 讲到洗脸 我发现到很多人 不重视洗脸跟卸妆 我在前两天 我在Facebook 看到一个短片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50岁的女性 她是一个美国人 她非常喜欢化妆 她一化起妆 她的眼睛 很喜欢化龙妆 结果一化下去 几年后 今天的她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健康出现问题 就是因为 她爱化妆 但是就是不重视卸妆 接近她的眼睛 接近失眠了 救回来的 OK 她去寻医 结果呢 医生告诉她 她的眼睛 打开她里面的内侧 好多的这个Mascara 有没有查Mascara的习惯各位 女性们有没有查 如果你们长期有查Eyeshelo Mascara 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我看到这个短片的时候 我真的很惊讶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事实 她的这个Mascara呢 她的那个杂物啊 就是她的这个沉淀物 在她的眼睛里面 全都是她的这个沉淀物 之间呢 差不多接近忙了 然后呢 用雷射来跟她去除 过后呢 她的眼睛已经成了 很大的后遗症 这个是她要自己承担的 所以卸妆重不重要 如果你今天你不卸妆 你皮肤肯定是会粗糙 然后呢 阻塞 你今天不要来告诉我 你用了爱多美产品 没有效 我们有说 我们要介绍产品 自己要有自己的中力 你不能随着顾客的分享 把顾客要的东西给她 好不好 还有呢洗脸也是非常的重要 爱多美的洗脸酸是超级棒 OK 除了杀菌消炎之外呢 她把我们老旧肺肺去掉之外呢 同时帮助我们的 平衡我们的酸减值 OK 然后呢 她整瓶都是氨基酸 请问 整瓶的氨基酸才卖32块亿 有贵吗 还是很便宜 是很便宜 这是很过分啊 公司 卖的那么的便宜 对吗 所以如果你们只是来洗脸 会不会很可惜啊 我是拿来一只走天 全身都拿 洗脸酸来 当做洗 当做什么 当做玻璃 shampoo 太棒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回去试用 真的很棒哦 还有的就是 这一个玻璃面膜 在这玻璃面膜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样东西 很多人会告诉我玻璃面膜 不可以每天用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用了 你的皮肤会很薄 但是爱多美的产品是完全的不同哦 为什么我们需要每天去角质 因为呢 在我们的这一个 在我们的这个基底层 这个是我们的细胞 我们的细胞每一天呢 就是14天到28天 会脱落 然后它变成在沉淀 在我们的上面呢 是7天 所以7天会脱落的时候呢 死皮只是在表皮层 它没有办法脱落 是要靠什么 就是要靠这个去角质 把我们表皮的 这个角质层去掉 当我们的表皮层 有办法去掉的时候呢 你才有办法呢 把这个这么好的成分呢 渗透去我们的基底层 改善我们的肌肤 明白了吗各位 如果你们要更了解呢 真正用到最好的效果 其实 可以私下找我 我可以给你们 其实 我们的皮肋胶 有两种的用法的 我们可以用来戳 我们也可以不用来戳 我们也可以当做按摩的方式 超棒的 OK 所以要懂得去把产品的促神路话 你就是神了 OK 好 再来就是 这个玻璃面膜 请问在座的 有谁每天用玻璃面膜 几个手 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 好不好 你们知道吗 我想请问 在一年前 我在台上的 一年前 有听过我的课的几首 哇 今天我的课 看到我的肌肤的改变吗 有什么不同 OK 我为什么会问这一点 因为呢 我坚持了一年半 每一天做玻璃面膜 睡觉 一睡到天亮 因为我不想我老了 我去拉皮 我不想我老的时候呢 我的皱纹是下垂的 然后呢 酸下巴的 我才来是 淘腰包 再去割脸 再去什么 我提 提唇 提什么 拉皮 没有错 这个东西 是每一个人 都想做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我用足了一年半 每一天用 皮静 这个皮静 睡觉 但是我发觉到呢 我越爱自己 为什么 尤其我这对眼睛 已经很迷人了 但是我希望 我这对眼睛 到我50岁 还是那么的迷人 为什么呢 因为双眼皮 是最容易下垂 是不是 我发觉到很多人 很多人喜欢 擦面膜 只是留什么 两个大大的 狗熊眼睛就不涂 对不对 是不是你们每次 查MAS的时候 是这个眼睛没有擦的 是不是 但是你要知道 最容易下垂的地方 在哪里 眼睛啊 所以你看我这把年龄 尤其我每天是熬夜的女人 你看我的眼皮 很多女性20多岁摸过我的眼皮的时候 再摸回她自己的眼皮 她说我可以再摸一丝吗 我再给她摸一下 我老也比我这20多岁还要结实 我要摸 要给钱 所以呢今天 玻璃面膜是可以帮助我们呢 年轻的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你的皱纹减少 你一定要大量用 好不好 好 好 OK 今天总结一下我今天的课题 如果你今天你用过爱多美的产品的人 你面对了一个非常 你的顾客有这样子的反应 你必须要了解那是什么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暴斗对吗 为什么会暴斗 因为它用的成分的关系 会导致它在做排毒 会不会解释各位 第二个呢 就是暴斗之外 它会不会痒 那是因为你之前用过的技术的成分 它在跟你做排泄 第三会导致干燥 干燥呢 就是要大量的补充水分 因为你的细胞缺水 OK 再来的就是红血丝 红血丝呢 就是证明你的脚制成 已经很薄 这个时候呢 你必须也要充足的营养跟水分 还有一些的就是暂时性呢 会发痒发肿 甚至脱皮 会感觉到烫烫热热的 有没有顾客会告诉你这样的状况 你要怎么去处理 用法不同了 你只能少量 toner 还有我们的 lotion 其实我和大家分享 我们的 lotion有多棒吗 我把我们的Azulut lotion 当body lotion来涂味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这个body lotion呢 它可以抵抗我们的什么 免疫系统 如果你今天有皮肤问题的人 这两只东西是不能缺一的 因为我们的 toner呢 是可以镇定我们的皮肤 但镇定了肌肤还不够 我们一定要给它lotion 除此之外 要告诉大家 如果不想你的肌肤老化 你的lotion可以当作 sleeping mask 一个月 一个礼拜 两到两天 大量的涂 三到五层 我不是叫一地叫一层 各位 一层就是五地 这个叫一层 五层 可以吗 你不相信你今晚你回去做 你大量的服五层 不管你是敏感肌肤 你明天早上 你会看到你的肌肤是 黄黄嫩嫩的 很饱满的 那个感觉特别好 为什么我要把它插在我的手 因为我的脸越来越美了 我的颈像好像18岁 我不想我的手是40 50岁 明白了吗各位 我们也一样的肌肤呢 会跟我们的脸部一样 OK 好 最后呢 总结一下 产品再怎样好 再怎样调理 我们的生活规律 要不要调理 如果用了这么贵的产品 但是每天3到4点才睡觉 如何会变成美女人呢 是不可能吗 第二呢 我们的饮食 对于那一些敏感肌肤的人 或者是长痘痘 整脸都是暗穿的皮肤 堵拢堵 煎炸辣 不要吃 桑巴好不好吃 那个是最够力的 还有豆 那些花生豆类 是真的要免离 这个好重要 生活有没有压力 压力要怎么办 做爱多美嘛 就没有压力了 对不对 OK 还有的就是控制你的情绪 当我们的情绪不稳定 荷尔蒙就开始失调 你的问题就出现了 最后一个呢 就是充足的水分 其实呢 今天只有三个字 三句话送给大家 皮肤只要你这三句话 你的皮肤确实呢 就很漂亮 只会很健康 第一个是什么 补水 保水 锁水 把它记起来 OK 如果你有补水 你有保水 你有锁水的功能呢 这个产品呢 再长期用在你的脸上 你就会得到呢 不只是有弹力 然后呢 很结实 很饱满的 各位 可以吗 可以 可以了 OK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样 我希望大家呢 爱上爱多美 也是你人生最完美的一刻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